哈囉,各位夥伴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編課電玩 我是亭編,我們今天要課的產品是 華耀雲科技的NAS 這次開箱的型號是AS5304T 主要是電競主機 好,先來介紹一下什麼是NAS呢 NAS就是智慧儲存裝置 可以將文件、相片、影音等檔案儲存於NAS 只需要透過網頁瀏覽器或是手機APP 就可以輕鬆傳取喔 隨時隨地都可以跟家人、朋友構想資料 真的很方便 用其他方式傳資料的話 如果檔案太大啊 可能就會速度很慢或是空間不足 例如網路圓端 通常免費的話只有15G就很不夠 然後外界是硬碟的話 你如果需要給很多朋友檔案的話 你可能就要一來一往就會很麻煩 所以如果我們使用NAS的話 相對的就會方便很多喔 好,那我們趕快來介紹吧 內容物有 主機一個 電源線一條 網路線兩條 變壓器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主機不大 顏色由黑色配紅色 亮面殼有電競感 前面是磁吸式的 翻開即可 主機本身高17公分 寬17.4公分 升23公分 與公仔比起來沒有大很多 卡架的部分 只要輕輕一開 就可以快速抽取硬碟 免工具即可安裝 AS5304T 它有四核心處理器 效能提升30% 而且2021年出廠的版本 還從原本的CPU Intel Celeron 4105 提升為較新版本的4125 效能升級 節電40% USB的部分 前面一個 後面有兩個 方便外接擴充 AS5304T的硬碟插槽 總共有四個 配裝四顆NAS硬碟 方便玩家彈性擴充 最高擴充容量高達324TB 另外這台NAS的另一個特色 是直接內建HDMI 這在NAS裡是比較少見的 插入HDMI即可直接觀看 NAS裡面的影片資料 像操作電腦一樣 不用再透過另一台電腦連結 內建有瀏覽器 YouTube 還有Netflix等等 都可以直接錯觀看 有兩個2.5GB的網路口 1秒傳輸可以到達200多Mbps 傳輸一部藍光電影只需要幾十秒 風扇的部分 可以看到風扇三分大 散熱效果加 現場實測 主機運作時都維持在二十幾分貝而已 首先插入網路線 然後到華雲科技官網 找尋你的NAS型號 點擊支援與下載 下載ACC 下載完畢後解壓縮並安裝 記得設定帳號密碼 完成後就會顯示就緒 就完成啦 是不是很簡單呢 ASUSTO LIFE 也就是個人專屬直播分流中心 是這台NAS的另一特色 它可以將你手機或電腦上的直播畫面 可以有直播需求的玩家來說 是一個很加分的功能 點進ASUSTO LIFE的APP裡面 這邊都有詳細的步驟說明 我們立馬來測試看看吧 回到OBS 點擊開始串流 就可以看到多平台串流成功啦 是不是超方便的呢 我們來試試看 ASUSTO DATA MASTER 打開來我們就會發現很像平板 界面裡面有很多APP 所有的設定也可以在這邊做 像這個APP Central 就可以下載很多APP 像是瀏覽器 媒體播放器 相冊 資料庫等等 就可以存放照片 影音 音樂 公共空間 影片等等 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同時只要在手機上下載相對應的APP 就可以在手機上直接使用 NAS裡面的資料囉 看完上述的介紹之後 有沒有更加了解華音NAS了呢 像是Google啊 大家都知道即將取消相簿 無上限的功能 還有Google雲端空間 iCloud都需要月租費 就每個月額外又要花費很多錢 所以使用NAS就方便了很多 不僅快速又使用 好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各位夥伴們 覺得今天的產品怎麼樣呢 如果有想要我們開箱的產品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Poke做人 subscribe 太好了 讚 拍賞